今晚吃什么水果呢? 就是苹果 苹果炸汁嘛 汁粒的汁 所以喝一下 苹果汁 那我们就看到今晚黎智英 我想他都要在扣押中心那里去睡了 我想跟大家recap一下 其实他在立了这个例子之后 在Twitter他做了一个直播 就是说明要求外国 是要继续支援香港 他们所说的国际线 另外他也早前接受刘世良的访问 说明一定要有国际的支援 尤其是美国 而是今次警方那边特别强调 就是这个团伙自从立了国安法之后 依然是仍然运作 而且是非常活跃 那就想一下 为什么这么活跃呢? 因为过去这段时间 其实为什么黎智英不收手呢? 第一 因为中国和美国在打贸易战 甚至两个国家在打后冷战时期的冷战 而美国因为他抗疫不力等等的问题 希望将国内的焦点转移到国外 所以想激怒中国 就用香港这个地方 作为美国代言人的黎智英呢 他是收到命令 要在这里继续搞事的 第二个大家记不记得 其实由7月1号之后 去到9月6号 即下个月的6号 本身是做什么呢? 是立法会选举 所以7月1号之后 其实黎智英他的35家 即是说要夺取立法会这个权 他是没有变的 这个野心也是没有因为立了国安法而改变 而这个也是他的使命 所以他没有办法在7月1号之后 是可以停 反而他会更加活跃 因为他就是为了选举去部署 包括要去处理一些外国来的资源 甚至去策动 比如举个例子 有初选等等的工作 这些工作其实全部都是会在7月1号之后 是需要他去做的 所以那个团伙就继续在立了国安法之后 继续运作 这一个就是可以解释到 为什么立了国安法 他依然是要做的 一个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第二个他就是希望透过立法会 拿到个政权 而这个做法是需要他去帮忙 派饼子的 有些人就说其实那些不是他的钱 其实他的钱是来自外国的一些钱 透过他去帮忙分配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中间做一个欺负的角色 帮忙去推动去策划和去付钱 透过美国是透过他 所以黎智英其实是一个白手套 由黎智英这件事你可以看回几件事 第一民主阿婆7月1日之前就宣布金盘洗手 另外过去这几个月基本上你看不到陈日军出过来 另外那些醒目仔 比如说罗冠聪那些闪得就撇就撇 因为他是没有可能在香港跟你蹲 但是有些人想走 但他走不掉 比如说周庭被政府控告 他走不掉 另外呢 黎智峰他都被人控告 他走不掉 甚至乎黎智英他在被捕 就是过去那段时间被捕 就是关于他走去控东方记者 甚至乎他之前有个善惑非法集会那里 警方先拉了他 然后上庭 他多次向法庭提出要保释 以及要外出 保释兼外出 想去美国开会 但是这次法庭就没有 因为他这样而放他走 这种做法其实我们觉得 都是一个正常合理的法庭 因为他是潜逃的 意欲是很强的 所以因为那两宗案令他走不掉 如果不是那两宗案 他早就走了 现在这些后来的几年 我估计他也要在里面 对着四幅墙 冰冰冷冷 铁枪红雷 继续在里面唱那首 人生于世上有几个自己 对不对 那些知己有空去探望他们 又或者在里面 跟他在一起 在赤柱里面 渡过如下半生 这些大虫捉了他 他其实对香港是有利的 试鱼 试 beş